专会国内来关心 前高雄市议员陈志忠 因为犯下洗钱等罪嫌 遭判刑一年 今年五月中入肩服刑 但短短两个月 就被出狱的更生人爆料 他在狱中态度高傲 常说自己以前是议员 爸爸是陈水扁 而且享有特权 不但住在单人房 还可以每天上下午都放风 甚至入肩一周 就有掌上行电视可以收看 面对外界的质疑 欲方则强调一切平等 踢着小平头前高雄市议员陈志忠 因为龙潭垢地南港展览馆等弊案 日前被依洗钱防治法判刑一年定验 而在今年五月十一号也入肩服刑 当时面对询问他态度低调 只是问问没想到他才入肩两个月 就遭人踢爆他在狱中享有特权 有刚出狱的受刑人爆料 陈志忠根本特权坐牢 不仅态度相当高傲 还疑似不断向其他受刑人表示 自己以前是市议员 爸爸是前总统陈水扁 强调自己的特殊身份 而出狱的受刑人更指出 自己的设房住了九个人 连翻身都有困难 而新收的受刑人通常无法放风 但陈志忠不仅住单人房 每天还有两次放风时间 甚至能把衣服拿去日晒也令人哗然 其实每个受刑人都有这个权益 只是说我们在执行上 基于安全考量会做分开 另外陈志忠入见一周就有掌上型电视可观看 同样引发质疑 对此预防解释说明 新收的受刑人全部都是可以购买电视 第三集 第三集才可以买收音机 澄清预众一切平等绝无享有特权 只是陈志忠毕竟身份特殊 就算入狱服刑 一举一动依旧引发外界关注 记者陈宜淡明高雄采访报导